大家好,我是東亞銀行首席投資策略師李振浩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勞動市場對於美股的影響 見到昨天的Drop Cut出了大約7萬8千人左右 其實一月差不多去到10萬2千人 即是加起來大約18萬人 這個數字有什麼啟示呢 相比於去年的1、2月加起來足足多了4.3倍 反而其實在企業來說 都很積極去Cut這些職位 當中最大的貢獻 最大的Cut是科技公司和一些醫療狐狸 這是很容易理解的 當疫情過去Cut一些人手 除此之外 見到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就出了個數字大約21萬人左右 這個數字其實對於整個表現來說 是持續四個週期下跌之後的反彈 也反映著說其實在勞動市場 不是所想那麼健康的 而市場也關注今晚會出的飛龍數據 上次比較激烈一些 去到51.7萬份工作 這個是超出市場 預期大約18萬份 今次預期大約20左右 亦跟過去幾個數據都是持平的 如林總總見到實質的勞動市場 在之前一些比較樂觀的衝勁 現在開始出現一些淡化 甚至開始見到勞動市場 未如理想 再配合就是 PMI仍然都在50個成衰分界線以下 商業信心也是一個負值 反映著就是 之前覺得經濟靠勞動市場頂著的一個衝勁 現在開始出現一些逆轉 如果商業勞動和消費都不濟的時候 大家又炒作擔心衰退的出現 當然說這麼長 最影響的是什麼呢 就是加息 見到昨天 加息50點子又開始冷卻 去到60幾個% 如果大家在投資角度 覺得3月22日 以25點子作為一個基本的預測 再上調就是50 但是無論是25還是50 相信對於今天的美股 仍然都是下降的趨勢 原因就是說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估值其實仍然偏高 因為在標普500指數公佈了業績的時候 其實整體是下跌差不多3% 不是升價是跌的 估值也是推高到差不多18-19倍 以過去30年17倍附近 其實現在仍然偏高 如果配合盈利增長和估值 美股或者標普500指數 需要由頂位下跌大約14-15% 才合理 如果頂位是4200 大家預期回調頂的支持位 大約是3800點 才叫到合理和安全一點的水平